刚退伍两个星期,家住在台东市现年25岁的洪维明,是59年正大东方宇文系毕业,全家九口全靠父亲洪培基老先生,开了一间小玻璃店维持生活。洪维明是在新帝姐妹七人当中是排行老五,而他这次的考试完全是在他服役新主空军05-43部队期间中所准备的。 军争浓厚的人情味和长官们平时对他的鼓励,是他这次考试成功最大的因素。 他计划要到尼巴嫩的贝路特大学研究宗教教派和中东历史,戴着一副600度军事眼镜,诚恳朴实的青年洪维明,他的志愿是学成以后,希望回国从事教育工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